兩大法醫時臺平跟高大臣聯手 解剖洪仲秋的遺體要找出死因 那麼現在兩大法醫 共同認定了 就是洪仲秋是死於熱中暑 嚴重的程度 連在醫學臨床上都是非常罕見的 不過到底是誰 該為洪仲秋嚴重中暑而死亡負責呢 高大臣則認為 因為連著來的過度操練 導致橫紋肌溶解的症狀 還有熱衰竭 熱中暑病發 才會導致醫學上所謂的DIC 而宣告不治 但是石臺平法醫則認為 洪仲秋在發作成DIC的時程太快了 除非是提早了三個小時 就要送醫急救 可能還會有一點機會 加上這個軍中的戒護士 是缺乏醫學常識的 並沒有發現初期的中暑症狀 但是法醫高大臣話也說得很坦白 他說他不相信軍中老鳥 會沒有看過中暑症狀 那麼暗指石臺平是在包庇軍方 為了找出洪仲秋死因 兩大法醫石臺平高大城首度聯手解剖 兩人達成共識確定洪仲秋沒有外傷 是死於熱中暑 但家屬想問如果在洪仲秋倒下之前 即時送醫是不是有挽回的一絲希望 高大城不客氣提出反駁認為軍中老鳥不可能沒看過 阿兵哥熱中暑 石臺平則是保守判定 禁閉師官兵缺乏醫學常識 就算提早發現送醫 但洪仲秋已經惡化成DIC 也就是血管內瀰漫性 凝血不全的速度太快 送醫急診也就不回來 進一步追問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導致熱中暑急速發產成DIC的嚴重後果 兩位法醫意見也很不一樣 高大城直批恆文基溶解症 熱中暑 熱衰 結在軍中很常見 但三個症狀疫情猛連爆發 導致洪仲秋體溫一下子飆高到四十二度 一定跟連日來的過度操練脫不了關係 石臺平沒有多做推論 認為是體質的關係 兩位法醫高手過招各自提出解讀 東南西用盤全 蕭公志在臺中的採訪報導